海岸路上的台湾人的夜生活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家河粉店 我开始还以为台湾人不是河粉店 他们也是吃河粉的 明年我来尝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是地下通道停车的 旁边有一家商鱼 偏僻的小区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小吃的地方 人好像还蛮多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其实东西并不是很好吃 但是吃的人确挺多 可能比较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但是这一家商鱼 我会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有点帮助的 有点有的 是有点帮助的 有点帮助的 我最近好像没有城管 所以大家都坐在路边 即仅在路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好像是新开的一家什么私的地方 走啊 喝茶 喝茶 吃饭 喝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